躲在灌木丛中的临初久不知,他人还未到中央帝国,就得罪了东阳家的人,要是他知道的话,一定会气得吐血。 明明他什么也没有做,那对兄妹凭什么把错推到他头上? 而且,他都没有怪那对兄妹引来巨蟒,差点害死他,那对兄妹凭什么怪他呀? 他有本事在巨蟒的追逐下自保,可并不表示他有能耐救人,就算他有能耐救人,又如何? 哪条律法规定,他看到有人欲险,就一定要上前搭救,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性命。 他不出手相救不犯法,顶多就是要受道义上的谴责。 要是为了这几句谴责,他就豁出性命去救人,那他对得起自己的家人朋友吗?对得起生他的父母吗? 好吧,虽说他没有家人,可为了救别人牺牲自己这种事,他真的做不出来。 虽然这么说很自私,可他又不欠谁的,他连自己都保护不好,有什么能耐救别人? 他们的命是命,他临出九的命就不是命了。 临出九坚定地认为,自己没救那对兄妹并没有错,也不会因此自责愧疚。 那对兄妹自己送上门去找那条蟒蛇,不管什么后果,他们都得自己承担。 任凭外面打得如何激烈,连出九都不理会。 一脸平静地待在灌木丛,看着那对兄妹离去,然后静静地等暗谱带人来找他。 如临出九计算的那样,一刻钟后,暗谱带人过来了,他们远远就闻到血腥味,一个个吓得脸色发白,远远就开始喊了起来。 王妃,王妃,你没事吧?王妃,你在哪儿? 临出九听到声音,默默地从灌木丛里爬了出来,大喊了一声。 我在这里,我没事。 暗谱几人听到消息,忙跑了过来。 看到完好无损的临出九,暗谱狠狠地松了口气。 王妃,你没事就好,我们闻到血腥味,还以为你出事了。 是别人,与我们无关。 临出九挥挥手,没有多说的意思,指了指灌木丛里的东西说道。 把东西拿着,我们快走。 是。 暗谱示意侍卫上前,自己则护在临出九身后,生怕临出九出事。 天知道,他们刚刚闻到血腥味,吓成了什么样。 要是因为他们晚到而害得临出九出事,他们可以肯定,王爷一定会拿刀宰了他们。 侍卫默默地上前搬东西,他们没有问,那些药材是如何在荒郊野外的地方保存得这么好。 也没有问地上的痕迹为什么都是新的。 拿到东西后,一行人快速离开林子,往回走。 同一时刻,在珍宗的萧王也收到了林出九平安无事回来的消息。 本王还以为,你会借这个机会离开。 萧天药轻敲捉面,依旧是一下一下,十分有规律。 可却比以往轻快了不少,微微上扬的唇角将冷硬的面容柔化了不少。 对于林出九没有趁机逃跑,乖乖回来,他是很高兴的,即使他什么也没有说。 回来比去的时候要快,第二天中午,林出九就回到了军营。 苏察亲自出来接人,还没开口说要不要把东西放到萧天药的营帐。 林出九就先一步道,给我安排一个独立的营帐,我好放东西和休息。 这是摆明了,不和萧天药一起睡。 苏察想到这是军营,咬咬牙,硬下了。 林出九带来这么多药材,绝对是有特殊贡献的人才。 要单独住一个营帐,绝对是合理要求。 苏察很快就安排好了。 没有萧天药的营帐大,也没有萧天药的营帐蜜蜂与独立。 可现在的林出九,不用担心医生系统抢制他救人的问题。 那些个小问题就不必计较了。 在军中有这么好的条件,就算是不错了。 东西依依归位,林出九略做收拾,便让苏察找人给他送两桶热水,他需要清洗一下。 另外腿上的伤也要换药了。 苏察二话没说硬下,可是林出九没有等到热水送来,他等到的是萧王的亲位,带来萧天药的命令。 九公子,王爷有请。 九公子?林出九听到这个称呼,也是醉了。 他姓林好不好?就算要化名,也该称呼林公子啊。 九公子是什么鬼称呼?难不成萧天药讨厌林这个姓吗? 王爷说,让我们称呼王妃为九公子。 亲位是见过林出九的,知道林出九的身份。 好吧,王爷说了算。 林出九没有挣扎,左右林公子九公子都是一个称呼,总比较初公子的好吧。 萧天药有请,林出九没法拒绝,只是他怕萧天药还惦记着那天的事,想要询问他的秘密,便假装不在意地问了一句。 王爷有说什么事吗? 王爷没有说。 不过,王爷让人把王妃要的热水改送到王爷的营帐。 那王爷心情如何? 林出九又问,亲位想了一下道。 上午刘白公子回来了,王爷重成了刘白公子。 至于王爷的心情,请原谅他们眼镯,实在看不出王爷什么样子是心情好,什么样子是心情差。 在他们看来,王爷常年都是没有心情的样子。 这么说,王爷这是心情不好了。 林出九立马蔫了,有一种掉头回去的冲动,嘟囔道。 现在装病还来得及吗? 声音不大,可却足够亲兵听到,这次换亲兵蔫了。 九公子,你千万别这么做。 王妃要装病不来,倒霉的肯定是他们。 我就知道来不及,看到我活梦乱跳进军营的人太多了。 早知道,就一直窝马车里不出来,假装自己很虚弱了。 萧天耀的营帐外,仍旧由金吴卫层层把守,白米内无人靠近。 林出九和亲位刚走到白米外,就被人拦住,何时身份无误,这才被放行。 很快,两人就来到营帐外。 林出九放缓脚步,等亲兵进去通报。 就听到亲兵道,九公子,王爷说了,你来得直接进去。 哦,板着早死早投胎的原则,林出九没有迟疑,大步往里走,那步子,那气势,就好像英勇复义的壮士。 亲兵目送,在心里默默地为林出九祈祷。 愿王妃,安好,不然倒霉的就是他们了。 林出九本着早死早投胎的精神,硬着头皮走进去,闭着眼睛,朝正上方的位置唤了一句。 王爷,结果半天没等到萧天耀回应,小心肝扑通乱跳的林出九,悄悄地睁开眼,结果…… 咦,人呢? 刚发出疑问,身后就传来萧天耀的声音。 连本王在哪儿都不知,就闭着眼睛唤王爷,林出九,你可以呀。 呃,王爷,林出九默默转身,没有意外,看到了萧天耀黑沉的脸,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呀? 哼,萧天耀不刚兴地冷哼一声,从林出九身边走过,在主位上坐下,见林出九像木桩子一样,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 萧天耀心更塞,愣着干什么,还不快进去? 这个死女人,就不知道转过身看着她吗? 哦,林出九本能地抬步往内室走,可刚走两步,他反应过来了,转身问向萧天耀。 我进去干嘛?萧天耀找他来干嘛?好像什么也没有说呀。 我那么多干嘛,进去。 萧天耀没有回答林出九的问题,而是高傲地下令,然后就不再理会林出九。 林出九见萧天耀以心无旁骛地看起公文,默默地噎下道嘴的话,转身进去。 内室被平方隔成两个小尖,外面是床和椅子,里面则是一个大大的浴桶,此时还冒着白烟。 林出九眼睛睾的大大的,居然有浴桶,在军营弄个浴桶,王爷你不觉得你太奢侈了吗? 不过,他喜欢,因为享受的人是他。 林出九一脸欢快地脱衣服,这个时候,他也就不计较萧天耀的冷脸了。 可是,当他看到腿上的伤,立刻就郁闷了。 我根本不能泡澡啊。 萧天耀明明知道他腿上有伤,还弄个热腾腾的浴桶在这里,这是摆明缠他吗? 他就知道,萧天耀这人不是什么好鸟,太坏了。 林出九一脸郁闷地趴在浴桶外,看着里面的热水,那叫一个怨念。 世上最痛苦的是,莫过于十天半个月没有洗澡,好不容易有一桶热水摆在你面前,你却没法泡澡。 擦擦就好,还可以顺便洗个头。 他的头发都快发馊了,不洗真没法见人。 浴桶很大,水有六分满,为了不浪费水,林出九没有直接就着水洗,而是用盆子将里面的水装出来,然后才开始擦拭,洗头。 腿上的伤并不影响行动,可林出九还是折腾了近半个时辰,才把自己洗干净,然后浴桶里的水所剩无几。 换上干净的衣服和绷带,林出九觉得自己全身轻快了不少,唯一郁闷的就是头发湿漉漉的,一时半刻干不了。 用大毛巾将头发包了起来,林出九犹豫再三,还是决定去找萧天耀。 这头发靠他擦,不知得擦到何年何月,在军营这个坑人的地方,他又不好披散着头发。 萧天耀仍旧在外间,林出九出去时,他还保持着坐在那里看公文的姿势,而且十分认真专注,甚至林出九走出来,他都没有动一下。 林出九站在门口,犹豫着要不要上前,王爷这么认真,他这个时候上前打扰,好吗? 还是不打扰了,长发他慢慢擦就好了。 林出九想了一下,果断转身,可还来不及迈步,就听到萧天耀开口。 过来。 叫我吗? 林出九愣了一下,转身,眼巴巴地看着萧天耀。 王爷大人不生他气了吗? 除了你,这里还有别人? 萧天耀放下手中的折子,问道。 没有,林出九十分上道地上前,而且不是站在桌子前,而是站在萧天耀身侧。 这个距离让萧天耀十分满意,语气不由自主地柔和起来。 找本王有事? 没事,我沐浴完了,过来和王爷说一声。 本来想找你擦头发的,可突然一想,又不对,为什么我每次洗了头,都会想到找你擦头发呢? 果然,习惯什么的,真是太可怕了。 是吗? 萧天耀勾唇,明显不信,眼神若有肆无地落在林出九的头发上。 咳咳咳。 林出九尴尬得低头,有些不好意思的道。 那个,王爷,我来问问你有空没? 现在有空。 萧天耀眼眸含笑,等着林出九说出来。 那,能不能帮我擦个头发? 林出九抬头,一脸祈求地看着萧天耀,怕萧天耀不高兴,非快解释道。 头发太长不好干,在这里又不能披着头发。 坐过来,萧天耀身子往后一靠。 拉开自己与桌子之间的距离,好方便林出九坐上去。 坐? 林出九嘴角微抽,这里除了萧天耀屁股下的那把椅子外,就没椅子了。 萧天耀确定要他坐下? 不坐下,本王怎么给你擦头发? 要他擦头发,怎么可以没有一点好处? 嗯,要不,我还是自己擦吧。 和坐萧天耀腿伤相比,林出九更愿意自己擦。 林出九后退一步,转身欲走。 可是,人都送上门了,现在要走,是不是晚了? 林出九不主动坐上去,萧王就不会自己动手吗? 在林出九转身的刹那,萧天耀伸手拉住他,暗中使了个巧劲儿,林出九便不稳地亮枪两步。 萧天耀趁机将人抱在怀里,放在腿上。 本王现在很闲。 萧天耀将人禁锢在怀中,不让林出九动。 都坐人腿上了,林出九也就不矫情,大方地道。 那就麻烦王爷了,林出九放柔身子,收起防备,软软地靠在萧天耀的怀里,没有一丝抗拒与不满。 萧天耀没想到林出九这么配合,眉毛微调,可也没有说什么。 只是将林出九的长发拆开,然后,有一下没一下,给林出九擦起头发。 真的是擦,而不是用内力将林出九的长发瞬间烘干。 林出九本想小小地提一下意见,可想到那天萧天耀因他不肯说出自己的秘密而发火,失了为自己争取权力的勇气。 不就是慢慢擦吗? 萧天耀乐意,那就随他好了。 反正他坐在萧天耀怀里,一点也不累。 于是,在某人的友谊配合下,之前争吵的是,被两人默契,结果不提。 dele不知天耀水。 对,为此他在某人里面太平坦了。 我现在撬了几十点一个采集中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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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采集中一谷捐的采集中的采集中处话。